大家好,我是蓝姐 今天带大家来认识一种特别的灌木 这种灌木我们叫做刺五家 有些地方也叫做五家皮 它的金杆上生有细刺 就像老虎的牙齿 所以有些地方也会叫做老虎寮 一只枝柄上长有五张小叶子 叶子边缘呈锯子状 这种叶子它的营养很丰富 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 在我们农村一般把煎上的嫩叶 再下来然后当野菜煮一次 它的煮法可以拿来煮汤 或者是炒或者是凉拌都行 这种吃五家的花期 它一般是在六到七月份 过时成熟期是八到十月份 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它准备接果实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单个底深的散型花絮 看着是不是很漂亮 准备成熟的果实 它是这种深绿色的 这种是成熟后的果实 是黑色的 是球形的或者是暖球形的 果实里面呢 它是有紫色浆 然后有两颗紫 吃五家它除了能做野菜之外呢 它还是不可多得的一种药材 据艺术上记载 它的根和叶子有清热解读 驱风厨师的作用 朋友们是否也有认识这种吃五家的呢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或者是价值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留言